做抗疫、做公共衛生 尤其是在一个严峻的疫情去做政策的时候 只可以基于科学 任何其他考虑 尤其政治一定要摒弃 如果不是,一定会出事 我再说一次 所有抗疫的策略 无论你说是香港 去到世卫的层面 只可以谈科学 要信科学 任何科学以外的考虑 都不可以有 在刚刚48小时之前 才用两天的时间 他们本来预计时间是4至5小时 开会这个紧急委员会 去讨论究竟对于这个疫情的看法 和他们世卫要作出的措施 他们第一天谈了8个小时 跟着都没有结论 到第二天再谈6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之后 出来的结论是第一 第一,现在这个疫情虽然十分严峻 世卫总干事自己说的 但是他说未到这个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这一个层次 第二,他也说得很清楚 不应该是向中国内地 发出这个旅游的警暴 而我相信背后 是有很多很多科学的考虑 而如果你看到 他的Emergency Committee 那十几位的全世界环球的专家 其实他在外交层面 跟国家是很经常合作的 也有 不是很经常合作的 也有 全部这些都是科学家 其实是没有人组政治的 得出这个结论 我相信我们是相信要信科学 如果你说在香港 我们自己本土的层面 你说封关 大家要记住 我们从来无论是过去这二十年 二十几年 由禽流感、沙士、猪流感 到一个在我们本土没有个案的 H7N9长三角的一个流感的疫症 再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封关 因为香港是一个交通的疏流 如果你要封关 其实你问我 作为一个公共卫生的学者 最有效你封关是完全独善其身 全部封了 无人出无人入 不只是去针对某一个 或者两个的地方 或者国家